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现在的航母发展很快 包括辽宁号、山东号 又是拖人家的航母回来 自己去做一种 然后再做一种再次样一些 做了003的福建号 里面有很多新科技 又有电池弹射 如果未来要令中国航母更进一步 他们就要再做多件事 就真的要参考美国的航母 由小英级变成企业级 甚至乎尼米兹级那种核动力的航母 令到他们的航母可以再去得远些 更加摆脱到很多常规航母的尴尬 这就是中国的野心 我们看得到的了 但是就是这样说 中国一直发展核动力航母 虽然经常都说 无论它的国力、财力、什么都搞定 但是仍然有些隐形的制约 制约着它 令到我们现在的卫星 一直都观察不到它们真的做核动力航母 究竟它是不是有些东西制约着它 以及它有些东西要满足了 才能够搞定呢 所以我们这一集会和大家讨论一下 有些什么令到中国的核动力发展 一个樽颈位出现 如果它要解决些什么 那么它将来的核动力航母 大概是什么时候我们会见到呢 可能今天和大家做个讨论 开始之前大家记得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包括军武器言和科学新知 记得点赞,这个很重要的 还有分享给朋友 好,那么陈博士 这个位置我们讲到就是 中国的航母已经由常规动力 都讲到做到百万吨 其实那吨位很厉害 但是我们的超级航母有些距离 就是我们的超级航母有些距离 而且你不用核动力去推动 大家都觉得 就未必可以常规动力推到十万吨 那上面又放多些战机 放多些东西 又好像困难 其实中国的核动力航母 或者我们讲一般的发展航母 其实有些什么指标 我们需要去看呢 包括我们一般理解 就是动力问题 另一个问题 可能是安全问题 甚至在维护问题上 可能是一个三角形 都会走出来的 其实现在中国的核电厂 它就没有了 中国的核电厂科技 压水式反应堆 虽然安全问题 大家都很关心 但是它已经转移 在运作上是可能的 你觉得它还差些什么呢 或者它的发展应该如何去做呢 那么我们从核电厂科技 最基本的东西 开始讲 你要把核电装置放在船上 不是我们想象中 就这么简单的一回事 你把蒸气 或者传统动力的东西 由陆上摆到船上 反而就简单些 因为基本上 就真的把它直接摆过去就可以了 但是你去到核电厂科技 就多了些什么呢 那么你首先想起 就是在陆上你建了核电厂 核电厂你要照顾它 你需要做什么 你有那些保护罩那些东西 你要小心 就是说在里面的工作人员 它会不会是暴露过多的辐射 而且你用的时候就是说 你有时候会愿意 就是宁愿的动力 就是马力不要太厉害 然后你的燃料也不要用得那么危险 你尽量就是 你用在武器里的核材料 和用在发电装置的核材料 是可以是两回事 以往的习数我们讲过 你如果好像伊朗这些国家 我们怎么知道它是想搞核武呢 就是我们会说 常规民用的核电厂 你那些核燃料棒 只是说4%左右的浓度 但是去到核武级 你就一定是去到90%多了 所以你把那个浓度提升超过4% 我们有权怀疑 你想搞武器 搞军用东西 起码就是 为什么有这些数字呢 其实是有一些妥协的 就是当我们在陆地上 你为什么设计了4%呢 就是因为我不希望造成危险 安全考虑 我不希望有太多安全的问题 那些这样的核材料 如果你的浓度很高 它自己在发电 而自己就不小心点着了一些连锁反应 那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那么换来的是什么牺牲呢 就是我们地上建的核电厂 通常要建得很大 你那个保护结构要建得很实井 其实换转的整个东西是很重的 很大的东西 你一个传统动力的东西 一个蒸汽机 你由陆上摆到一架船上 你其实都不外乎是要去实井 和隔热 和适当地冷却 你也不需要怕它有什么辐射 你走过去会影响你的生命 但是核的东西就不同了 你难道将整座核电厂 整个东西一次过这样 完整整搬去一架船上面吗? 和汉 没有一架船就能够到一个核电厂 对,你将整个核电厂有多重 那你唯有有些妥协 有些事情就是说 我可不可以做到 软件小一点 薄一点 算之而轻一点 但是薄一点就有一个问题了 你的辐射量就大一点 那些人就保护得不太好 那你有几个因素了 你可不可以做到 既轻 马力的能量级数又够大 跟着可以装的核燃料 最好不要那么重 你想想 浓度低 你就会装多了多余东西 所以你最好就是浓度有那么高 得那么高 出来的马力有那么强 得那么强 但是辐射量就是 它里面很厉害 但是最后能够穿透出来的 有那么少 得那么少 但是它发现的时候又很厉害 所以你又希望有一个很稳定的冷却 可以继续去做到 同时你上面的工作人员 在周围很近的工作 走过去吃的辐射量 亦都是一个挺得住 可以在数据上面接受到的辐射量 那就是这几个因素 其实已经简单说了 你为什么建一个核动力的船艦 不要只是说航母 只是说那个潜艇 甚至乎有时候那些破冰船 为什么已经这么难了 因为你原来 你将一架这样的东西 要放在船上 是很难的 我会这么说 所以有几个关系 我们看到做核动力航母 我想美国那边也有做过很多设计 包括 大家都知道 美国它一做那个航母 其实它不是一下子就到了 首先它用了一架航母 叫做Enterprise 我们叫CBN 65 它上面做了一个测试 其实也算是技术验证一种 所以这架船最搞笑的地方就是 第一 它是很大架的 它是380米那么长 那是史上航母最长 它的长度是有点不合理的 它们的感觉好像是一架船都很笨 很笨重的感觉 第二个就是它上面的那架楼 它上面的反应楼放了8个 非常搞笑的 放了8个 这里你会明白 这里可以解释到哪里放的 为什么你要放那么多 就这么说 它有得这么 为什么有时候 你会有这么多个船 你的船就会有那么大 你回到一个原因 最简单就是 船本身是一样很重的 你如果找回一般的资料 无论是潜艇的那些压水式反应堆 它们是用PWR的 用压水式反应堆 在这个航母上面 基本上你一个反应堆的机组 已经是一千吨左右的重量 是 一千吨左右 其实这个一千吨 比起陆上的那些都还是轻的了 已经无谓的质量 无谓的重量就不大 但是那些厚厚的钢板和圆板 是被不开的 有回到一个重量 你的船不要回到一个大 就会沉 你始终船体有回到一个大 你才能够把船的平均密度拉低 从而令到你的船不会沉下去 所以你如果说八个这样的WOLO基组 你只是WOLO基组 已经是一万吨 即是八千吨一万吨是这样的 那你要船做回到一个大 那你就做长一点 你做阔一点 就是水阻力多一点 你做长一点 就可以保留水阻力少一点之外 船的体积也有回到一个大 令到船的平均密度拉低 从而令船的平均密度 你不要低于水阻力的密度 即是你不要高于水阻力的密度 你平均密度高于水阻力的密度 你的船就会沉下去了 是的 所以其实纯粹就是 你一定要有船长一大 你才能载到那么多的楼 是的 所以这个也很有趣 所以美国人也走过这一套 最后再去到尼米茨级 就变成四个反应路 接着就去到现在 就是我们说到用A1B 就是用一个最新一代的核反应路 它用两个就够了 而它出来的Horse Power也很夸张 就是说现在的动力 是超过30万匹马力 以往都是26至20万匹马力 它多出来的 它用来做武器 例如雷射 或者用来做电池轨道炮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福特级的核动力上的好处 大家都看到很多 是的 你不能看少A1B的那种技术 我刚才说的就是 你怎样能做到更轻巧 发出来的动力更强 这个就是你怎样做一个 很好的核动力的航母的心臟 一个很关键的技术 你旧的东西 你只能做到 你用马力来做单位 但是譬如我们 如果用了标准的单位 就是一个传统的Wallel 你给到大约150MW 是 但是现在 你讲的新一代 你去到A1B 可能给到500MW 或者700MW 然后 一个传统在陆上的电厂 你能够给到 1000MW 就已经是一个 可以供应一个 一个城市的级数 所以你绝对 你现在讲的 美国新型的那些核动力航母 它里面配备了Wallel 已经是可以供应一个 传统城市的一个Wallel 机组 所以你看到它的能量 很集中 就是出来的动力很强 但是同时 也可以是被你的航母 携带着周围走的 所以中间的技术量是极高的 是的 如果换算 刚才陈伯说 福特级去到600MW 600MW 真的很夸张 很夸张 之前都是大概200MW 所以就变成了出来的动力 是很夸张 很好用 我想中国看到这件事情 但是陈伯你觉得 中国那边 如果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件事情 中国这边的核动力的发展 你觉得会不会有些位置 就差点 就是例如我们讲 会不会是重量的浓度不够 或者是另一个就是 它搞不定的安全问题 或者维护问题 你觉得中国有没有一些位置 还差点 都还没做到 这么说 浓度就不会是一个问题 首先讲 能够做到核事 而去爆炸到核弹的国家 它一定是一个有能力 将这些这样的有二三五 浓缩到九十几百分子的国家来的 你数回 所以法国 英国 中国 甚至乎你讲朝鲜 甚至乎你讲朝鲜 甚至乎你基本上伊朗 也可以 它已经是有能力 做到九十几百分子的浓缩油 对于这些国家来说 浓度不是问题 有得这些浓缩油 你就可以做一个会有连锁反应的核弹 但是现在这个连锁反应这么激烈的 要驾驭它 就非常困难 但是现在你讲的 这些核动力航母 它那个核窩炉很弱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去配备一些 用这么高浓度的核元素 你去做它 不是用来做核爆 而是用来做发电 那 那为什么又要做到这么狠呢? 就是因为 你不想带多余质量上船 如果你用一个浓度很低的 那些原料棒 就带了很多的多余质量上去 那也是很重的 那 好了 你怎样将一个 是用在武器 核武级别的一些的燃料 用来做回常规的核窩炉的燃料 这就是技术问题所在的 那么中国大陆 你要去做到这么高浓度的浓宿 那绝对不是问题 但是你刚才提到就是第二个因素 那些安全维护 你怎么去设计呢? 这件事就是很大的问题 它一次过发出来的热量很高 那你一定要冷却 那些冷却的系统 如何去摆位如何去设计呢? 那可能这个问题也不是这么大 那好了 你怎样去将那个窩炉 去做一个适当的隔绝呢? 你又要将那个窩炉 放在你船上 你船上又有人去到处走到处去运作 而那些人又不能说 如果有些人特别是起居 和工作特别近那个窩炉位置的时候 又很现实了 你吃的复射又会吃多了 那你这么说 你如果是民间的人 你如果是 譬如你就算是福岛这些地方 他也聘用了很多当地的居民 来在核电厂那里工作 那些人 你就要想 如果他想把核电厂 视为一生的工作的时候 他能够吃的复射量 你就除开 你大约每年 可以吃超过多少 他有一个很严格的标准规范 是 但你去到军人服役 这些东西是可以有另一套标准的 于是就是 很可能就是说 基本上在航母上服役的那些军人 他们去吃那个复射量 已经是在平时地面上的那些人要是多些 换来的代价就是什么呢? 他能够在那个航母上服役的时间 就会提早去完结的了 即是很现实的 你能够一生人吃的复射量有多少? 你有个限制 你如果早点去吃了的话 那你以后就不要碰了 就是不要再碰了那么多复射了 在这里的时候 如果你的航母的设计 你那个复射的格绝做得不够好 本身里面的复射量已经高了 你去到那些A1B 美国福特级的核窩路 他每秒钟发放的复射量已经高了 所以你做出来的格绝也要做得更加好 那你那个格绝要做得好的时候 你其实不外乎就是你那个钢水 你用的那些原板、钢板也会更加厚 那些东西也会更加重 那大家看不看到那个矛盾呢? 就是你又要动力高 你又要复射不要那么高 两个东西是矛盾的 那你能够介入到这个东西 你有没有资格去用这个这么厉害的奴呢? 就很适合你那个核的航母本身的设计 能不能够帮你尽量使人吃少些复射 冷却做得更加好 复射夹着做得更加好 也都携带得更加厉害的能量 能量棒 就是那些这样的核元素 也都从而给了一个更加厉害的动力 是几个因素 是互相矛盾的因素 你要去克服 所以这个可能呢 之后我们的其他集图会说 就是中国它可能要做一架验证 就出来 但是大家相信它的验证呢 它不会用它们官方的资源去做这些验证的 就是它不会像企业铺那样 就真的做一架企业铺出来 主力就不是用来打的 主力是用来做验证 那大家都猜到的了 中国大陆就不会玩这一套的 它们就倾向做一架比较小的船 或者用其他用途去摆个验证 就是摆个反应堆上去 就试 然后就得到的时候 可能又摆一架真正的004 上去 那我们看这个做法会这样多了 但是我们亦都这样看 就是我们说回中国现在的核独力上面 它们有些小型验证的 例如它们经常说的零龙一号 当然这个就是文庸 而那个重量也很低 在说4%或以下的 其实是比较低的 它们仍在试试 但是它们经常说 这个也可能是在做一个 就是把核反应堆上船 那种预备 或者那种技术验证 什么都好 你觉得中国是否真的可以 走少了企业号的这条路呢 你觉得 真是透过做破冰船就搞定了 会不会最后做了一个悲哀的结局 就是你又弄出了一架大谷六号 又是不够动力的 到时候走尾更长 我想中国经常标榜自己的东西 可以做得快速度 往往就是因为它 它为什么要做得快 就是因为它够落后 就是那些东西 人家已经有领先 人家已经有 有基数低 人家已经有 是的 是的 其实就是中国那种策略 和你那些人玩赛车一样 它一直盛着你的尾楼 一个这样的意思 就是关键事又抽头上 根本从来就是以前 从第一代的飞弹 从第一代的核武 到这些技术 它基本上都是吃着人家的尾楼 然后就说自己可以做得很快 譬如你说 很早的 中国就很标榜自己 由这个有的核弹跳到轻弹 它中间只是用了三年就实现了这件事 就叫做世界纪录 它很喜欢这样说的 但是往往也都是 它在 你很多时候就是 刚才你提到什么 整个破冰船 和潜艇的 其实有很多人 已经用在其他方面 核动力的东西 就算你拿不到 人家美国最新型航母的那张图子 看不到人家的设计 但是在有很多其他用途上面 你已经是可以 作为一个踏脚石 令到你加速地去推进研发 往往已经在人家转了 用一些非军事用途的东西 你可能也找到一些 可以令到你用在军事身上的 一些有用的资料 你会说 可能是一些破冰船 海洋探测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里面会用到 去核的东西的时候 往往就是 会不会我借这东西 来放回军容 人家又从军事用的东西 我又可以放回军容 那绝对是可以 令到它快一点 可以达到目标 好 所以这一集 我们集中讨论 就是中国的004的可能性 所以如果现在 我们端猜 中国经常说 要做一些核动力的破冰船 它走回前苏联的旧路 就是前苏联也会去做这架破冰船 核动力都试验了 然后就做那些所谓的乌利洋洛夫斯机号 这个就属于前苏联 其实很可惜的 我觉得陈伯 这个其实已经做了差不多六七成了 但是因为你赶不及出生 苏联就解一看 结果我们就体现了 同时也出现了在穿梭机那里 苏联的穿梭机也是 又是胎死腹中 是的 其实是很可惜的 否则可能迟几年散 当然也不知道还够不够钱 Anyway 但是就叫做出到勢 这个就应该中国 就是这样说 中国就也叫做整理了 他们这些project的尾 吃了 所以中国的体育计划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突然这么快 接着就是那个核武 相信它是图纸那些 亦都拿得到 看看来着 中国的核动力的发展上 有多少的新影 有多少的影子 就会和乌利洋洛夫斯基 会似 又有多少分 它是会似 例如福特级 这种 真的要到它新一点点 大家就可以做一个观察 好 那我们这一节先到这里 谢谢陈博 大家记得帮忙 去看看双方 包括我们的军武器人 和霍新枝的Facebook page 以及Youtube那边 大家记得免费订阅和赞 好 那我们再看看其他集图 包括如果大家还想听 例如说 中国它做的技术验证 它是怎么做 它将来做破冰船 或者做下一手航母 它又有什么是一步步走的消息呢? 那大家如果想去Follow 记得下面打下加1 那我们就收到的时候 那我们就尽快和大家出发一集了 好 那我们这一节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其他集图再和大家再见了 拜拜 拜拜